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麦可国聊澳洲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题目大家都看到了 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引发的思考 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 先非常感谢在国内的各位听友 就是我音频节目的各位听友 之前给我留言回复 包括我们很多在武汉听友过反映说 现在武汉已经逐渐的开始走出 疫情的阴霾 开始逐渐走向开放 城市和整个省都会在开放 甚至相邻的省已经开放 由湖北和武汉的同胞的来往 但是在昨天 我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一则微信 就告诉我说在北京 因为新发地 全国号称最大的蔬菜 跟海产比水果的批发市场 因为发现比较集中的一个爆发 大概三十几个人被确诊 可能现在北京的情况还不是很乐观 所以借着机会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我们所有在国内的不管是观众 还是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争取做到身居检出 注意安全 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关于孙悟空 四纳白骨精 以及所引发的正能量的讨论 我们知道6月1号 国际上冲击刚刚过 就看到了一则有关孩子们的一个很负能量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这样 大家可能都在网上了解过 那我今天给大家来简述一下 就是据媒体的这个报道 在2020年的6月4号 江苏常州金潭河滨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他叫谬可欣 他坠楼身亡 尽管当地官方6月12号发通告称 未发现当天在课堂中存在辱骂殴打学生情况 已经排除他杀 但是家属继续发文 质疑这个 这个谬可欣的作文 不合这个语文老师的要求 或者是观点 而被点名批评 甚至要重新修改作业 就重新写作文 而且还有一些 未经过官方的这个说法 这个当时的老师 可能是打了 动手打了这个孩子 现在就是关于他到底打没打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留待给当地的公安机关 以及法院的最后的判断 好吧 我们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去讨论 如果要是打了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失德的问题 可能就面临到一个违法的问题 我们之前在疫情期间 因为小郭也在看一个 一个武汉的一个作家的一个文章 叫做方方日记 大家可能就知道 有一句金句 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时代的一粒尘埃 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都会是一座山 那今天这座山压在了 又可心和他家人的头上 那我们在讲这故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庙同学 他到底是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作文 会被老师给一个差评 会要求重写 而且在当堂批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作文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读了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文章 三打白骨精 出自罗冠中的西游记 这篇故事讲了唐僧师徒四人 到了这个白虎岭 大家呢又渴又累 孙悟空呢 到远处去摘桃子给大家吃 悟空的祥云惊动了山中的白骨精 他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就想把唐僧给捉来吃了 可是唐僧有徒弟保护 不敢轻举妄动 便化作一个美若天仙的村姑 左手提着青纱罐 右手提着绿瓷瓶 向唐僧走来 这时悟空回来了 他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妖怪 一棒子就打死了她 可妖怪用了解尸法真身化成了青烟飞走了 留下的是假尸 可白骨精一不做二不休 又变成了寻女儿的老太太 和找妻子和女儿的老爷爷 可是都被孙悟空识破了 唐僧见孙悟空一连打死三个人 非常生气 便写下了贬书 赶走了孙悟空 这篇故事告诉我们的是 不要被外表看着善良 可内心却是阴暗的 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我的读的不是很通顺 因为小朋友的字迹 我还得稍微再识别一下 但大体就是这样 读完这个作文 我看了以后 我感觉这个文章写的没问题 以我对一个五年级的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文写的文笔简列 描绘很生动 尤其是对这个白骨精刚出场的第一幕 这个穿着打扮 还有这个做派都非常的生动 有这个代入感 而且最后的提炼也很深刻 真编实壁 可以借骨欲 金的意思 起码作为小郭 我可能这个文学造诣也不是很深 我起码我觉得能给90分 就能给90分 那我看了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就是老师通篇都给了一些批改 甚至要求重写 而且最后提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要凸显这个 就是要正能量 我在想 我在猜想 以我这个猜测来想 是不是袁老师呢 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尽量融入到大环境 和主流声音里面去 以便将来写作文的话能够过关呢 我们暂且不提 这个袁老师是否在课堂上打了孩子耳光 这个还是这样 我们等到官方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要补充一个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道消息 这个在网上也传遍了 就当有一些匿名的家长 给这个学校反应 也给这个谬可心的父母反应 因为大家因为要保护自己的需要 没有提供自己真实姓名 所以我只能说小道消息 就袁老师 这个语文老师 他实际上在课外上 也有这个作文的辅导班 会不会因为这个妙可心 没有报他的这个辅导班 而报了校外其他人的这个作文辅导班 所以这个老师因为这个利益的冲突 会带来一点点情绪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宁愿相信 这是一个极少的案例 我还是宁愿相信全国大多数的学校 还有老师们还都是可以做到爱徒如子 教书育人的 但是无论如何 一个才五年级十岁的花界少女就这么允命学校 那真的是令人扼腕叹息 深感痛心 仅仅只对家长说出来节哀顺变这几个字 我觉得无法令我感到平息 所以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非常非常的郁闷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在这就结束 最令我感到气愤和绝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看到新闻后面的辅了一些照片 就是在他这个学生所在的班级 有个家长群 现在我们学校都有各自的家长群 在群里边有家长就号召群里的大家来给老师 慰问一下来给老师点赞 后面跟随点赞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各位这些点赞的家长 如果将来某一天 你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个的谬可心 你会为这次点赞感到骄傲 还是懊悔呢 我们再退回来想一下 到底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是知识的灌输吗 我们面对整个大千世界 难道只有一个统一答案吗 只有一个答案叫正能量吗 我们往回去看一下 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 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所谓的知识 到现在推理下来 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 不符合现在的自然社会的规律 对吧 我们的科技在进步 我们的认知在进步 我们对事物 对宇宙 对这个地球 哪怕对我们人性的了解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会说以前的我们的很多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了 诗者 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什么是道 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和真理 指导我们的理性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人性的心态跟角度 所谓的业就是知识跟技能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学习跟思考的能力 再有就是解惑就是帮助学生找到所谓正确的答案 我们需要帮助学生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观 我们那些家长们 请你们在点赞的时候好好想一想 你希望把你们的孩子教育成拥有什么样价值观的祖国的基班人 所以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一直不得解 请各位我们的听众观众 还有老师 甚至那些家长们 给我一个解答 比如为什么在这个花季少女生命陨落之后 她的家长半个小时才被得到通知 而且呢 马上就被踢出了家长群 甚至跟她一起唱歌跳舞的小朋友 也都非常冷静的 把谬可心踢出了他们自己的群 这么多家长为老师点赞 后来我看到确实有人 在群里提了一些建议 说我们能不能去关心一下 这个家长 没有可心的家长更需要我们的关心 甚至有人呢 是在私下里匿名提醒家长 为什么好心人的声音这么薄弱 我们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 可以去学习的环境 我们要引导他一个更好的方法 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而不是要告诉他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我们的老师和社会 乃至家庭父母 都要来从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角度 去关心一下 到底我们希望 对下一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 在他们的白纸上写下来我们需要的知识 还是说我们希望引导他们去开拓 去思考 自己去发现知识和真理 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以及学校 教育部门 还有家长和社会 一起来关心 我们下一代的教育的问题 因为他们 才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我们下一个比较